山东名气最大的白酒是谁 上世纪90年代 卢九曾风光无限 甚至远超台子 白酒销量榜前十的品牌 卢九独占其次 而一切辉煌的背后 都离不开那位卢九的开拓者 孔甫家 所以两位家兽一致认为 孔甫家才是山东人气白酒的代言人 1993年是卢九辉煌的元年 孔甫家豪至千万 当上了央视白酒的首届标王 成了白酒江湖的一个大旗 一千万哪 要知道当年的一千万 首都一环内的四个月 不能买这个四五套 1997年孔甫家销售额9.6亿 1998年台子的销售额只有6.2亿 孔甫家的实力可见一斑啊 我分析 孔甫家就当年的走红有两点原因 第一点原因是地利 孔甫家名字好 听上去就给人满满的文化气息 历史气息 他借用三孔之一的孔甫两字起名 产地是屈腐 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 至圣先师孔子的故里 儒家文化的发祥地 孔子不光是山东的文化符号 也是我们所有中国人心里的文化符号 第二点原因是天使 1993年 郑小龙导演的北京人在纽约大火 里头一句刘欢唱的主题曲 千万里千万里 我一定要回到我的家 孔甫家借力打力 立马推出一条经典的广告 孔甫家9叫人想家 广告词还成了经典案例 孔甫家9叫人想家 他唤起了万亿国人想家的情节 那会儿不像现在交通那么方便 出门就是高铁高速 乡愁比现在蔓延的深刻的多了 海外的游子 他乡的社区 家是大家最深的共情 所以 届世而上的孔甫家9 当年立马成为全国 近人皆知的畅销品牌 成了好多607080后门心里的 共同记忆 它不光在国内名其大 在国际上也享有盛誉 当然了 后来的事儿 好多人都知道了 如今江湖已经不再是当年的江湖 卤酒也不再是当年的顶流 而我们始终觉得 卤酒依然还有重现辉煌的底气 底气何在 比如孔甫家 他有历史 有文化 有味道 还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气息 事业编体制内的 是 有文化 有文化 好多人 谢谢你